前段时间的杭州林平公安接到了 当地一家烟酒店老板陈先生的报警 说自己采购了一批茅台王子酒 实则是假酒 民警立即前往调查 陈先生禁的这些茅台王子酒 一共137箱 花了12万多元 最近却发现这批酒有问题 都是假冒的 在购买这批酒的时候 是通过微信网络认识的朋友 然后在网上购置的 那么购置了这批酒 他发现这是一些假冒的伪类的产品 接警后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通过陈先生的进货渠道 很快就锁定了熊某 刘某和虚某 并吩咐山东和贵州 将三人全部抓获 据了解 三人原本都是酒厂员工 离职后就一起做散装白酒的生意 前段时间在网上认识了陈先生 得知他需要一批茅台王子酒 就想到用散装白酒来蒙骗陈先生 买多少斤的酒 什么酒 斤酒 散酒 散酒是吧 对 三人把散装白酒 换上了茅台王子酒的包装 一箱酒算上包装 成本才一百多元 却以市场价格批发给了陈先生 有把证了 大概又知道那个酒有问题 那正常的话这个酒多少一间 这个像那段时间到正常拿价 拿价的话就在930左右 光是这一批销售金额的话 嫌疑人一共获利了是五万六千多块 目前熊某等三人 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 社网友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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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